大家好我是KF 这里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新的site 叫做learn.hkmp.hk 是教大家如何去create content 今次这个site和以往有点不同 我是采用了一个新的一个structure 目的是比 content creator 更好的一个 presentation和发挥 这个是一个typical的web page web page 其实是一个article 的structure 通常有最顶的一个image 有个body body 最主要是text area 的文字 在text area 里面也可以加插图片 跟着最下面就是text 也不要忘记最上面有title 我所不同的structure 其实就是这个位 红色的paragraph entity 这个paragraph是什么呢 因为中间有一个paragraph 令整个structure很flexible 这个paragraph可以是一段 有一个single的paragraph 有一个multiple的paragraph 由大家决定去加插 多少paragraph 是由content creator自己去决定的 好了 那进去加paragraph 那些paragraph是什么呢 有四类 那我们这四类是如何分呢 就是和它那个structure 结构来分 最主要是分开一个两个三个 或者四个column 那大家在很多的报纸 杂志都会看到 很多时候去我们的content period 的presentation的时候 是以column形式去分出来的 那为什么这样呢 其实最主要是比reader 更加容易去看 和整个page的structure 看上去更加漂亮更加好 那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是更进一步的 那首先 先选了几多column 那接着呢 我们再进去每一个column 里面呢 我们再选择这个column 去做些什么呢 那我们可以用来做 选择一个text area 可以选择一个图 可以选择一个video 可以选择一些link link reference link reference 那其实是for 一些additional reference 的website web page 那除了这四类 可能之外 还有第五类 是title 而title 是分开三种的 根据这个 是最大的title 有一个背景颜色 跟着中型的title 是title 小一点 但也有背景颜色 而第三种 是normal 是每背景颜色 那这个过程呢 这个过程呢 这个程序呢 就是 首先我们先选择 哪一种paragraph structure 一个 两个三个 还是四个column 然后呢 在每一个column 里面呢 我们再选择 用哪一种 content type text area image video then reference 或是第五种 就是title 而title 就是分开三种 一个最大的中 一个最大的中 是normal的 好了 总括 就是整个 整个 关于今次的 content 的 structure 特别是关于paragraph 方面的structure 的concept 接下来 接下来 我们就会进去看看 正式的sit 是怎样的 好了 来到这里呢 就是我们正式的sit 网址 就是learn.kmp.hk 那我们去到左上角 就是有一个 平时是一个 白色的 因为是不想它 那么显眼 所以我放一个 mounce mark 它就变成黑色 就会显示到出来 那我按下去 就会有一个 vertical menu 有两个 item 一个是lock in 一个是op menu 就是operation menu 那如果我们进去看 operation menu 那就是 这个等于一个 online的wiki 里面是有关的 是怎样去operate 这个 web page 这个呢 其实呢 当我们进去之后 就会显现到里面的 content so far 我只有一篇 就是这样子 我会加的 这个是帮助大家 去有一个 网上的reference 是怎样去做content 那我用一个 click 进去呢 那这个是第一篇 就是content creation 那这个content creation 都是用了 刚才所说的 那个content structure 那最上面这个 就是body 那就没有加一个image 那跟着呢 下面其实是一个paragraph 那在这个paragraph 那左手边 其实是video 右手边是text area 那左手边呢 如果我click 入去的时候呢 那这个video就彈出来 那我这个video 其实放在host 在youtube上面 因为不用钱了 hello大家好 我是KF 在这里和大家 那我就是把这个video 放上去 那大家其实可以随时 来到这里 去reference 这个有关的video 那其余的话呢 将来是有些新的 一些 关于operation menu 上面有关的 都会在这个 这个位置 的 好了 那我们现在呢 就回去了 我们是要先 lock in 那当然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 有个权限 可以去create content 那首先我们来到这个page 那就是需要 lock in的 那这个 我原来是本人的 lock in 但是我今次 我用另一个身份 来lock in 那这个身份 是一个content creator 的身份 就等于你们一样 那我这个身份 的lock in 名称叫tester 那其实你可以 用你的username 去lock in 也可以用email address 去lock in 那 click 进入了 那进入了之后呢 其实呢 这个仍然就像我们普通的 正常的website 但是我当我们再次 进入这个vertical menu 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有多了一个选项 就是addarticles 那我们进入这个 addarticles 那我们进入这个 click进去 那来到这个版面呢 我们是create 一个新的article 那这个版面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create article 的版面了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 那个cms 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 那首先我们要去 share up title 那我们随便是 打了一个title 那跟着第二步呢 我们需要 挑选一个classification 那classification呢 其实呢 今次做这个website的原因 就是说呢 我们来着 一个online的event 主题是online collaboration 那做了这个的原因 就是说呢 其实在短短一个小时 里面的webinar 其实呢 我们能够帮到 我们的participant的东西 很有限 我们只能够 就是说 raise他在这方面的 attention 和interest 但是如果他有些 希望有些更加 详细的资料 或者想学多的东西的话呢 那我们他们就可以 在这里 是focus 看看这个online collaboration online 这个topic里面 有什么其他更详细的资料 那这个其实 到时的webinar 我也希望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这个呢 如果将来是有第二个 第三个的 一个这样的event 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照样地 是用回 这个同样方法呢 就是加一些不同的 就是不同的主题 那这个呢 就可以是一个 给我们的participant 是对于他们觉得是有用的 有relevant的 一些information 是很方便在这里找得到的 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呢 其实呢 希望大家多些 是在我们一起 去create 多一些content 那除了 它用这个topic 有关系的东西之后呢 如果是有一些 觉得是对于大家 是有些关系的 但是又 not exactly 是这个online collaboration 的topic 大家可以click the artist 那我们现在就click 这个online collaboration 或者 其实 没所谓的 我现在这个主题呢 How to create articles 应该是这个system 有关系的 所以都是click artists 好了 跟着来说呢 就有一个image 那image是什么呢 那我们首先 我们就看下 其他article 那我去回这个article 的一个list 那就是这个 就是普通audience 看到的 按这个article 这个button的时候呢 就是看到的地方 那这个是公开的地方 那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呢 这个list of articles 呢 就会看到呢 首先呢 每一个article 有个title 下面有一个description 那一会儿 一会儿看看 这个description 是怎样来的 那左手边 其实都有一个图 那每一个都有图 那作为一个好的content creator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其他的web site publish 其实他们都会有图 那所以呢 那所以我们应该 要keep一个好的习惯 作为一个KM的preditioner 如果做content的时候呢 其实有时候 我们这些是不可以冷的 那是不是很难呢 其实呢 当我研究之后 其实我发觉 是有些resources 可以帮到我们的手 其实是不是那么难 其实是有很多东西 帮到我们的手 那这个图呢 最重要的是 就是我们要显示到 就是说 用这个图 这个图呢 作为这个 延伸我们这个topic 或这个title 的一些context 那这个图呢 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配搭方式来的 那去回到 刚才那个page 那我们所说的 这个image呢 其实的作用呢 就是刚才那个图的一样 那基本上呢 可以说呢 就是每一个article 应该要有一个圖 的 那如果你的article 是没有了一个图呢 那就是说呢 去到你的pint 偏偏都有一个图 而特别去到它 没有了一个图呢 其实就令到整个整体 就很难看的了 那所以呢 这个图呢 就是 可能是必须的 但是这个feel呢 我就不需要大家必填 因为我知道大家会比较忙 如果大家如果是有article upload的时候呢 是需要图的时候 如果大家找不到的时候呢 是欢迎找我 可以帮大家手的 那我就在这里呢 就是打回 alternative text 进去啦 那跟着下面呢 就是那个text area 那我们找一些dummy text 那是在这个地方呢 那我们是找了 一些的抄一些text 进去 好了 那就当是打了text 进去啦 那跟着呢 这个就是paragraph 那我们这次暂时 是看了其他先 那跟着是text 那这个text 那这个text 其实呢 作为呢 如果大家作为KM Practitioner 那应该很明白 什么叫tagging 那我就不再细讲了 我就随便打几个tagging 那大家可以separate by comma 就是可以打几个 那他怎么知道 有几个是靠这个commer的 那最主要要留意呢 如果用中文keyboard的时候呢 中文的commer 是不等于英文的commer的 所以如果要做这个分格呢 那是要用英文的commer的 那最底下呢 有一个叫restricted information 那的意思呢 就是说呢 那有很多时候 我们当做到这些content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是会 需要一些东西 的东西 记得下来 就是将来 如果有人问回那些东西的时候呢 那我可能这些 有关的 backend的资料 我帮自己去记得 那 那在这里呢 我就随便拿了一个例子 例如 for example 我是想记得下来 这条link 在这里 那就是说呢 我将来 我就可以referencing 如果有人问起 那些content 有关的东西的时候呢 我就很快 这个是哪里来源 那这条link 如果大家觉得是可以 是公开给人看的话呢 那就可以放在外面的 但阿道华真的 你可以放在这里 那就可以自己 才能看得到 那 那就再 基本上呢 最底下 在这里 有一个check box 叫private 那什么叫private呢 就是说 当你click了private的时候呢 其实这个edical 它是可以save 但是save了之后呢 就不是public的 就只是我们editor 才能看得到 好 那因为呢 往往我们当他create 一个content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是有些东西 可能是改来改去 或者是未成功 或者是未成功 ready 有部分我们先打 发觉有些东西是需要改 那我们可以 就不用整个page delete了去的 那我们是click了 这个private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仍然是存在了 在那个site里面 但是呢 就不会save 出去的 那所以呢 就可以 是可以放心 大概可以呢 就是分开几次去再修改 那大家到满意为止 先按check它 再按save save完之后呢 就出来一个这样的结果 那这个就是刚才那个 那就是会有一个图 和一个text area 那右手边呢 其实呢 这个是 add new comment 就是给读者 去加 comment 那但是这个area呢 其实因为我们的role 是一个content creator 所以呢 我们才会看到 暂时来说 这个未曾去open 出去的 所以呢 其实普通的audit 进来呢 其实他是看不到 这个comment 那这个还要和 kmp 和大家去谈 究竟我们需要 好不好release 给public 去comment 那这个是 我们这次 就不会讨论这个话题 那基本上呢 整个过程呢 就是一个普通的 一个web page editing呢 就是这样 好了 我们翻转后 要进去edit了 那如果大家 是keep its private 的时候呢 那大家就记得 是keep 这个url 方便你随时 进去再改 那如果忘记了呢 你可以回来找我的 好了 我们回来这个 是edit mode 那其实呢 所有东西都在这里 那今次呢 就想和大家介绍清楚 一个paragraph 那按照 刚才开团和大家介绍 就分了两步走的 那首先 add paragraph 第一步呢 我们先选了structure 那分别是 一二三四的column 那大家就发觉 咦 为什么这么多呢 那其实的原因就是呢 如果是两个column的时候呢 是多了不同的选择给大家 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column 两个column 三个column 四个column 那为什么两个column 会多了这么多呢 那其实的原因就是 因为呢 如果当两个column 是左右两边分开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呢 有不同的选择 它左右的大小 那首先 这个是5050 即是50%和50% 就是中间是equal的分开 那也有呢 是3367 即是三分之一和三分之二 或者是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 那么 你都可以呢 就是2575 意思就是四分之一和四分之三的分别 那就是这样分的 那只有两个column 就可以再细分 那如果三个column 呢 因为每个column 已经太细了 那就已经没什么意义 再分得这么细了 还有四个column 就更加细了 就是这样的 那首先我们呢 作为一个简单的introduction 那我们是随便都要选一个 那就是用这个 是5050的 2column 的structure 你去看吧 进来之后呢 就会看到呢 其实呢 它就会看到两边 一个是content left 一个就是content right 那就是左和右 那就是左和右 那这... 那这个呢 我们就首先 先走了第一步 他第一步 就是为了解分开 左和右两边的structure 那第二步呢 就要选一个column 我们想要些什么 content 首先 add paragraph 我先在左边 那就会有 刚才那些 content 去选择 首先两个就是 title 刚才说有三个title 就决定在 因为这个是 paragraph 里面 当你是两个 column 的时候 unlikely 你需要 那么大的title 所以只有两个中和 普通的title 你选择 如果你选择一个 column 就可以有个大title 所以这些是两类的 两种title 一个是color 一个是normal 其他还有几种就是 你可以加插video 加插image 加插gallery text area 和reference 是这几类的 我先做一个简单 我先做一个video 先做一个video 这个叫embed video 的意义 就是embed link 那我现在就来回youtube 因为我当作youtube 作为一个video 的储存 的地方 我copy 连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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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link 在这里 这样就完成了 这个已经完成了 左手边的content 然后右手边 我今次想加一个text txt 那你要去text area 那去到右 也要找到dummy text 那今次就找另一段 好了 那就完了 好了 完成了一个paragraph 那我们可以在下面 继续加另一个paragraph 所以大家要留意 这个是structure 的paragraph 这个是content type 的paragraph 两个是不同的 但是这麽大 会阻止我做事 所以我第一个 做完这个之后 我就collapse 就变成一行 然后这个area 小了就不会阻止我做事 接着我再加第二个paragraph 第二个paragraph 其实就会左手边和右手边 今次我想调回 左手边是文字 那我就左手边 是选一个text area 那我又去找些dummy text 了 好了 那这个就完了 那如果你弦 你弦住你的位置 是太大的时候 我都可以暂时把这个collapse 这个文字的paragraph 就不是整个paragraph 只是这个文字的paragraph 那接着呢 就到content right 那我跟着 clickprefer 今次我就不想加video 我就加image 那还要add media 好了 add media的时候呢 其实呢 就去到这个位置 它就可以让我去 去选 那首先是add些什麽呢 就是 这个里面呢 其实呢 我就已经是有一些图了 那我们可以选择以前的图 或者我们可以选择这个choose file 去找一些新的图 那这里for demonstration 我当是一个新的图 那我可以随便选择一个 好了 图圆蛋糕之后呢 那其实呢 为了是 是个best practice 呢 最好就是 加回一个 这些alternative task 那 那在今次为了 示范关系呢 我就不去浪费时间了 那我就是 做了这个 然后呢 然后呢 save and select 好 来到这里呢 我其实是 这个tick了 接着我 insert selected 好了 那就完了 那 那 我们其实可以选择多几个图 但是 如果多些图的时候呢 其实它是 它 display出来 是会往下发展的 就是第一个图 第二个图 第三个在下面 再放进去 那这个完了 那我也是 把它复制了 那 那今次是 collapse content 的部分 如果想整个paragraph collapse 就是按这个 collapse button 好了 那现在有两个paragraph 那这个 这个上 那我们save 看看怎么样了 那出来呢 那下面 亦多了paragraph 第一个就是这个 就是之前那个 这个是个video click的时候 彈出来 就可以play video hello 大家好 我是KF 那在旁边click一下 它就出回来 那右手边是个text 那再下来 就是第二个paragraph 那这次 就是左手边的text 就是右手边的图 那如果大家click的图 那其实也可以 将图 enlarge 那就是我们所做的 content 那我们再回头 再看看 editor 那这次 那这次来说呢 我再展示给大家看 那如果一个次序来说呢 如果要加其他的paragraph 可以继续加下去 那但是呢 如果有些次序上 我们想调动的时候呢 其实呢 左手边呢 有一个这样的 如果我放一个paragraph 就会出现的十字 出了十字 那我们可以移动它 我们可以移动它 我们可以移动它 移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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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刚才 第一个就是video 这次呢 就不是了 第一个其实是图 而第二个才是video 那如此类推 所以呢 那我们是可以很flexible地 是将 用一个paragraph的形式呢 其实去 塑造我们的content 那可以用一个column的方式 两个column 三个column 四个方式 去创造 in fact 其实如果你想一想 想一想 其实呢 这份是这个body 的area 我们可以不填东西的 我们直接就 就是由它 空了它 它就不会显现任何东西 而直接是用一个paragraph的方式 去创造我们的content 都无所谓的 好了 那我们save它出来 我们再看最后一件事 那这个就是body 里面的text的地方 那其实呢 就大家认住这个位置 body text 那我们去回articles 再看这个 那articles 这个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 首先打的title 那这个实际的 那这个实际的 就是个google image 那大家这个 就是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 原意呢 其实是用来做一些brief description 的 但是因为在我们的content里面 我们打了一个 这样的title 在这里 那在这里呢 就变成了不好看 两个title 两个都好像是一个title 的东西了 那怎么去避免 这个东西呢 那我再跟大家讲一讲 那所以呢 首先我们是去做完之后 我们去回实际的位置 看看是否先看 如果不是呢 如果发觉有问题 我们才需要进去改 的 那如 那其实呢 或者我先讲清楚 那在这个 这个 这个是根据 什么原则 而显示出来呢 其实呢 这个system 自动选取了 我们的content 那个body 里面呢 应该是大概是 大概是四百个character 里面的text 放出来 作为这个article 的简单介绍 那这个是自动的 但是如果 如果 那四百个character 里面是包含一些 不好的 我们不是 那么 那么适合的 一些content 或者不是那么适合 的格式的时候呢 我们才需要 去改动 那我们 如何改动呢 进来 去回这个body view 那么 这个body view 其实呢 这里上面有个叫 edit summary 所以这个 其实呢 我们不需要改动的 但是呢 我们需要做的 什么呢 可能我们是 那个 我们需要做一个 或者我们不需要那么长 我们需要选择一点 然后可能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 作为 这个 summary 那么 我将那一段 这个你可以自己 作为另一段 的 一段 的文字 就可以 你在下面 抽出一部分 放上来就可以 好了 那我们close save 了 那我们来回 article 再看看 好了 那么跟着呢 这个就是 好看很多 那就是 一个title 有一个正常的 一个brief description 这个 其他的东西 都是一样 无个分别 而呢 这个artist 就是 你所选择的 一个 classification 那 如果我click 入去这个artist 这里呢 其实呢 就是 只是显示 有关的artist 的东西 那么呢 就 在这里来说呢 我们是 用 一个 去 online collaboration 在这里呢 其实我们就会看到 就是 这个article 就算是 或者去 all 因为 others 那就 算是 完了 但是 大家会看看 右手一边 这里呢 其实呢 就是 有个作者的名字 我刚才的login的名字 叫做tester 所以你的username 就将会作为 你的offer的名字 所以大家去 去 选择你的offer的名字 的时候呢 就要 选择一个合适的 作为publisher offer的 一个设计的名字 那这个就是 你第一次 去create content 的日期 那 为什么我这些 会有幅相呢 其实呢 就是你们 去申请帐帐 之后呢 那你们呢 就去upload 自己的照片 这个照片 是作为你的 自己的portrait 的照片 是在这里 就会显现出来的 那 就会好好看的了 那 到这里为止呢 基本上 我所介绍的 所输入 content 就是这样 就这么多了 多谢大家